這個眼神 戴口罩起來 確認一下 確認過眼神 嗨 大家好 我是蜜蜂 今天我要來挑戰看看不專業的口罩妝容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出門都會戴口罩嘛 那愛美的朋友一定是不可以錯過眼睛這一塊 我有一個朋友蠻懶的 他就是因為 因為現在大家出門戴口罩 所以他覺得沒差 所以他就只有化妝 只有化這塊 其他就是口罩折折 連底妝都沒化 所以他口罩一拿下來的時候我嚇到 就是兩個顏色差超多的 那今天我要來挑戰看看 用日本的評價彩妝來化口罩妝 好 首先 我先把我要用到的東西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女型眼鏡 我現在沒戴女型眼鏡所以眼神超很無神 腮紅 他有兩個顏色 想要等一下再來選說我要用哪個顏色 還有護唇膏 因為我口罩戴著嘛 所以唇色不用太浮誇 因為人家看不到啊 你口罩戴著 這個 蜜粉餅 因為你口罩就是戴著悶著 所以會很容易脫妝 接下來就是眼妝 眼妝最重要 1 2 3 4 5 來 這5個蜜眼影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用哪一個顏色 想說不要用太浮誇的好了 睫毛膏 睫毛夾 還有眼線筆 好 我現在就用這幾款東西來完成 我的不專業口罩妝吧 我們去看一下吧 因為我剛拍之前我有先上粉底 我有先上一點點底妝 所以我就沒有要畫底妝了 那我們直接先從眼影的部分開始 打底的那種亮金色 他是眼影蜜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連包裝的質感都超酷的 他如果這樣子 如果他站立放久的話 他是會眼影跟水是分開的 而且他沒有油 使用之前你會發現他 你看他有點快分開了 所以使用之前要咬一下 要聽到那個 咕咕咕咕咕的聲音 才代表他有開始 裡面那個珠子有在咬 有沒有 他現在混合均勻了 好 我決定用這兩個 比較不會 踩雷的顏色 因為我眼睛會吃那個眼影 所以很容易畫出來的 眼影都會沒感覺 那我先試看 這兩個看壞起來怎麼樣好了 他說只要在上面 在眼皮上面 點 三點 然後用指腹 用指腹 暈開 就可以了 就覺得好像還好耶 他是有點比較屬於打底的那種 一開始畫眼影 會打底在上面的那種顏色 所以他沒有很顯色 在眼尾 畫看看好了 我點三個點 這樣有看到嗎 這樣有吧 經過 因為我的眼皮真的是會吃眼影 所以很容易 不管畫在多顯色的眼影 都會看起來很像 很像 梅畫一樣 這樣看得出來了吧 我再多補幾次 這樣看得出來了吧 這裡就是乾乾淨淨 這裡眼尾就是比較深 那我現在再補另外一邊 那我現在再補另外一邊 再我要畫眼線 你看我的眼睛超濕眼影的 那我現在來開始畫眼線囉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我兩邊 我這邊的眼皮比較 內霜 所以 我每次畫眼線都 很難畫 我都會一邊要貼那個 雙眼皮貼 接下來就是 夾睫毛 表情都超醜的 我很少看到那種化妝還很正的 而且我覺得是刷睫毛膏的時候 那個臉部表情是最 最就是 最好笑的 好 夾完了 睫毛膏 好 好了 他也是跟眼眼蜜是同一間 日本的平價彩妝 之前小時候的那種橡皮擦 從這邊推 是不是 感覺就很想拿起來擦 嗯 我們有看到嗎 那我畫兩邊同時 等一下慢慢拍好了 這樣 他是高狀的那種 所以他沒有粉的那麼好 推開 而且他是那種亮亮的 亮亮的腮紅 不是那種霧感的 唇膏 也是他們家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外包裝 都做得很 很少女耶 我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簡單可愛 然後有那種小巧思的 感覺 而且這就是 無名就有點我印良品的那種風格 它是有點像潤唇膏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柴上去是有那種血色感 而且他有水蜜草的香味 超香的 很自然的血色感那種 不會太浮誇 氣色好好 好接下來就是這個 因為你戴口罩會悶整天 所以你要隨時補蜜 就是 旗有 那種蜜粉 他打開 而且他蠻大一格的 然後他有附這個 然後 打開之後要把它撕掉 有時候 也是要補蜜粉 他是 欸 他是水感嗎 欸 好酷喔 他 他不是那種有顏色的 而且他是 我剛剛試一塊 他是那種透明的欸 沒有味道 可是是因為我沒有壓出來 他打上去有種 清爽的感覺 因為我有瀏海 所以這裡 我的頭蠻容易有的 所以我每次蜜粉都會 打一大片在這裡 好 接下來也是剩我的瀏海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濾過我的瀏海好了 直接看我戴口罩起來 我的妝感是怎麼樣 還可以吧 這個眼神 確認一下 確認過眼神 今天就完成了這個不專業的 口罩妝容教學 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每一個 我們發的影片喔 喜歡的話再幫我按讚 那剛剛介紹的這些商品 我在下面有丟個連結 那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點進去賣場購買喔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囉 掰掰 拜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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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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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